據問姑奶奶你的宮崎快章戒滿 又聽聞令尊未為姑奶奶許下分配 那又如何? 雲某這次有幸得蒙聖恩 所以很想下法皇上代仁折物之道 請恕雲某大膽 雲某想為姑奶奶作個媒 未知姑奶奶有沒有心儀的人選 如果有的話, 我會啟稟皇后 讓皇后為你作主 雲老闆的好意目刀而借過 莫說沒有心儀之選 而就算是有 亦無需雲老闆來替我操心 還是在宮中 其實早要有人特別關上姑奶奶 可以作姑奶奶終身託符 夠了, 雲老闆 今天我不知道你是受誰所託 不過, 才會莫名其妙 來我面前說這些說話 如果皇上和皇后 真的對穆都兒的婚事憂心 待聖教回宮 穆都兒才會親自去請罪 姑奶奶何必這麼開心 宮房還有很多功夫等着穆都兒去做 如果雲老闆沒有其他要事 穆都兒就不能招呼下去了 靖兒 有些事人家喜歡傳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這麼多嘴巴, 你能猜到多少 就算明知是誤會 有些說話, 你說得太明明白白去澄清 反而沒有好處 就是要不清不楚的人才會更加信以為真 更會一個一個走來巴結你, 奉承你 當然, 皇上就算嘴巴說得多欣賞你的妓藝 始終也不太方便照你的意圖 所以你想保得住現在當時得令的地位 仍然要靠我為你奔走 馬公公居中為止, 何等關鍵重要 公公無需一次一次提醒我 你我相互幫助而已 我並無邀功, 又沒有要你報恩 我先說, 但相反, 如果你想不到什麼方法 去契落這個高劉飛的 我有很多更好的提議 高劉飛背後有純太妃流流撐腰 就算要對付他 你也不著緊一時三刻之間 你又何必怕這個純太妃? 我馬身滿了, 打死也不會相信 他跟這個高劉飛之間會沒事了 你現在還要看著台下? 上台唱起, 你只會唱到新水新寒 既然你不想報仇 就倒不如把心思替我想一下劇目 例如, 就只要皇后娘娘一看完 就立刻想起要幫姑婆婆配分的念頭 就要成功, 你只會來看見你 下次我先來看見你 我先去看見你 魚影算了什麼? 自從我熱河回來之後 每天上門送禮的人 多得要在天鎮丹鄧座 就算我們不顧及自己的面子 也要為日後的貴客來賓打算 難道我們還住在大集園這麼寒酸? 相當你當日堅持要去熱河 沒錯,一如所盼 你真是非黃騰達地回來了 但只是轉眼之間,就得了這麼多賞賜 其實相公,你在熱河那邊 有沒有發生了什麼事? 我只不過唱戲給皇上、皇后聽 偶爾會講解棄民的底蘊 又會有什麼事發生 你是不是聽完聽完,我被人回顧? 要不就難忘多嘴了 但就因為我問他,他什麼都不肯說 我才會擔心 兩位慢用 是嗎? 相公,我知道那個是當今皇上 皇帝的優格 你往日就算多不願意做的事 在聖駕面前,也不能拒絕 若然,皇上他真的有娟領嗎? 娘子,連你也這麼想? 我有問過人,往日被南府召善賢 獻記的寧人,大有仁妝 但每一個像相公你那樣 得到這麼多賞賜 現在你夫君可以獨佔無頭 獨得皇上皇后的漢中 可以依錦回經 能夠吃頓飯也有眾人事後 就連昔日站在我頭上的朱駱衫 都要向我恭敬地請愛 這種架勢,這種威風 就因為我懷財得意 皇上日理萬機,事必恭親 雖然我不是什麼大臣 在國務上幫不了什麼手 但我盡心盡力唱好每一節戲 以解皇上治國的煩憂 就正是這一點就得到後賞的原因 事成就這麼簡單 娘子,請你別再多疑,好嗎? 但我聽說,華盲帥爺 他對南式總有喜好 好多餐飯,就被你掃興了,不吃了 我之前還在休息,不知道姐姐會不會賞臉 而嫁我們秀康公 現在看見姐姐安在眼前 院秀真是覺得很安慰 你這個妹妹,我甚麼時候都想關懷眷顧 可是我這個姐姐 只怕你未必願意日直相對 在自己的親姐姐眼中 從來只是一個會為柳姑六家族 帶來麻煩的人 我這個妹妹 又敢今時刻和姐姐相對? 我怕我抬不起頭而已 現在雍貴太妃都已經先有 妹妹的頭怎麼會抬不起呢? 就連淑貴太妃都為了你的所想所求 以代為出面去召愛學破功規 但是,抬不起頭的人又怎麼會是遠仇你 雍貴太妃當晚是否真的顯靈 就只有贖貴太妃他一個才知道 旁人又怎麼可以左右分毫呢? 況且破功規的又何止贖貴太妃一個 就連皇上都一樣在熱河那裡聽起 進攻的愛學靈人一個接一個 如果姐姐再這樣計較下去的話 又計較得多少呢? 聖雲的是皇上恩准可以預前行走 本宮當然不會跟他計較 那就當然了 比起我是姐姐你 我還要謝謝這個人 我為甚麼要謝謝他呢? 就單單是聖雲這個 在熱河如何和皇上親近的故事 就足夠令後宮中仁談論 甚麼陳妃索命 早就被人拋諸老口了 所以姐姐你 是不是很應該謝謝這個雲秋賢? 不盡不實的傳聞 我一向也很少理會 然而姐姐你不想謝謝這個愛學靈人 是因為多妒忌他? 你不想多點? 燃獸你越說越遠, 也要小心, 會越說越錯 我沒有想說甚麼 我只是有問題想問 難道要問問題還是有錯? 你不需要問 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 皇上既是當今天子 皇上的喜悟不到你我去喘賊 就算輩份余太妃娘娘你 也應當要自知、好奇 也應要有好奇的分寸 為皇上誕下新貴的是雲飛 事上陪伴皇上左右的是皇后 而中間走出一個 你們眾女子無人能及 無人能比的雲秋賢 而姐姐你這個當今的余妃娘娘 一而再, 武子懸駁 他朝, 弟統誰屬也與你無干 你真的一點也不在乎? 在一個心胸狹窄的人眼中 他人的心胸又可以有多廣闊? 來 姐姐, 找人再來探望你 如月就指向太妃娘娘歸安 Start 娘娘、家長 什麼事, 走得這麼急 不往公房等我們? 封信, 是娘娘娘的人 派人送來會上班 沒事吧, 娘娘 馬上跟我去一趟, 廣處私斷庫 好, 看看布雅木齊巴賊何時會進工 是, 娘 回來得對, 沒了酒, 我要喝酒 幫我買酒, 幫我買酒 不要, 你走, 這裡不是酒館 你要喝去其他地方 幫我買酒 你怎麼說單, 怎麼會有支廚藏在這裡 關你什麼事? 你抽回來的 你抽回來 楊大人, 你清醒一點 你這麼醉, 幹什麼? 眾人皆罪我獨省 是你們一個一個 沒喝酒在這裡裝瘋裝傻的 今天你來試我 我今天只想做一個喝醉的人 我才沒有這樣的限情來示你 是你自己路上抹腳 你獨家這麼貴, 怕又是你的崇太妃 你也不知道是真傻還是假辭 我早跟你說過 崇太妃為人勝苦極深 你一心與虎謀疲 你的心事比往日的唐吉海 根傻甘不棄 我怎麼去幫人, 不用理你 幫人 是, 自從那一下刊天雷之後 我就決定不再千萬尋力於天象實術之中 但我越是清醒 我就越要離開新姐夫 既然順大飛作下 只有一群溶碌的丫頭太監 我怎麼不可以靠攏取你 我不管他對付誰 我和吉海自問財之聲過敗 他要傳播留言 我可以做得比其他人 他要收買風聲 我可以讓其他人知道得那麼多 就算現在他跟那個外殼靈人 有狗車證據留下 我也可以幫他驗息得更久 可是, 既然我有這種本事 我怎麼不可以與虎無理 就算我要他老夫的養 老夫的額 只要我想要, 我一定可以要得到 既然沒有人家 二娘 刀兒? 怎麼這麼晚? 我看見二娘你快辦托五下哥的事 即將就會離宮 今晚王后娘娘, 託人又熱河 送了這些絲綢給我 我用不著了, 就拿過來給你 你快點看看 合不合我來做小妹妹的新衣 謝謝你, 莫都宜 你別這麼說, 二娘 你雖然不是我親生額料 但是這麼久以來 二娘一直在宮中 都為我時事操心 相反, 我就沒有為你做娘的 做過甚麼, 所以… 不行 二娘, 你別推卻了 不行, 你看看 你和小妹妹他們這麼多年沒見 回鄉之後一定有很多事 為他們將來 每次都用到錢 你就當是牧都宜對他們的心意吧 那我再遲遲過你了 二娘, 坐吧 對了, 二娘 我聽陳福子說 爹他想約李明在如意宮見面 月初時分他還有公母入宮 我們慣常會趁這個時候 相遇一下 他明知道你快要走 還有甚麼要吩咐 等你回府之後再談不得了嗎 據我說, 他分明就是想再勸你 想辦法留在宮中做他的耳目 他想不想跟宮規比不比 總是兩回事 況且有聽聞 這裡的姆姆 每個人都想你留下來 幫忙照顧六爺哥 但難得二娘你的一生 就今天看著 人家的子女成長嗎 你根本就沒必要 為爹再留在宮中 我這麼說 並不是因為我對你還有戒體 爺我不想再見到 你讓他爹繼續利用下去 二娘因為 今晚你竟然跟我說這些話 但是你爹就算再不穿 他始終都是 我們三個子女的爹 也是我夫君 我總不能永遠避開他一輩子 巴塞大人, 今天不能等娘子來 很失望 公公誤會了 我看天時暑熱, 公務又辦妥 那就走進來陳夫子的地方 喝杯茶喝一下, 休息一下 大人這麼謙虛 在宮外有這麼多達官貴人 向大人打聽消息 你怎麼也不會有空 只在這裡喝茶了吧 跟娘子在餘語館相會 互通情報就說 甚麼情報 我也不知道你說甚麼 我們大家都是明白人 應該說些明白話 你知我知 我們大家都是 做同一種生意的人 分別在於你們服侍的大戶 我馬身無不才 能夠做的 只是一些型頭的小賣賣 怪就怪我自己 不是八旗子弟 論口才?我有的 論門路, 大人的主顧 我怎麼能夠高攀呢 公公的話, 我真的越聽越糊塗 糊塗?現在五十哥一死 雙齡摩摩只得離宮回鄉 而大人這麼多年建立的生意 密落就浪費了這句事實 不會聽得糊塗吧 不過我希望大人千萬不要誤會 我來這裡不是想爺魚對手的 事實歸於事實 其實我也欣賞大人你在公岳周旋 角色了你買家的本事 所以我也替大人覺得一盤生意 就這樣沒有了, 太可惜了 馬公公, 你既然開門見山 為何又不爽快一點? 好, 我想跟你合作 你? 對, 生意合作是講求信任的 往日跟你有雙有娘的 那個是你娘子 自己人, 確是不同的 但是若然我們兩家 都能夠做了恩親的話 我馬身滿 不一樣是你自己人? 荒謬 你想我嫁個女兒給你對食? 你瘋人瘋語 大人何必這麼早的大動肝火呢? 其實我講來講去都是說一樣 怎麼讓大家賺大錢的方法 大人現在這麼早就把話 說得沒有彎轉的餘地 只會自斷才能 那何必呢? 不如大人, 你好好慢慢考慮一下 我剛才的說話再作決定 你不是傻的 早前我叫有香 幫我傳一個 關於翁桂太妃陰魂不息的謠言 當中似乎有人加插了 桂太妃和禁軍大人的一段未了情 令整個故事聽起來都美美動聽 令人更加信服 這句說法的源頭 是來自新姐夫 一個叫慈家貴容的人 此人你必定認識的吧? 知道, 葬我傳謠言的人 一定知道翁桂太妃回魂之說 是砌詞作假的 但我偏偏就照這個慈家貴容 和和她親近的兩個董姓兄弟 申者夫人 她受康公做收拾桂太妃的遺文 結果, 一個二個都搬到念無人識 至此, 道理就明白不過 只剩下你這個 和她們同居一直房的瘋癲狂人 是我未能肯定的一個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即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頻道這個channel 就可以收看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 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吧!